古王爷以后就咱俩出来 谁也不叫好不好 哎呀别闹别闹 哎好像有人来了 诸位今天的最后一个任务 你们要找到穿越回现实的大门 继续在30分钟内完成 否则将无法回到现代 祝各位好运 哎这样咱们仨分开行动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王爷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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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你姐们 哎就这样这么拼哪 多少钱啊回头我也来啊 不不不说啊 你这NPC太专业了 演的跟真的似的 我差点就信了 王爷您就别贫了 把这个签了吧 签什么 哦 你们还有特殊环节啊 这一趟真没白来啊 哎哎哎 你干什么哎 杀 至于动登刀吗 你这至于不至于的 王爷你心里边没个B数吗 单干染指皇上的罪 皇上下令恭请您 那都是清的 我染指后宫 可不是吗 等老奴赶到现场的时候 哎呦 老奴在外头啊 听他面红耳赤了都 行行行 时间差不多了 赶紧放回去我回家了 是时间差不多了 行行 王爷得罪了 玩真的呀你们 哎哎你干什么 还好手机挡了一趟 哎哎你干什么 还好手机挡了一趟 哎你蹦蹦 你蹦蹦 你蹦蹦了吧 不是怎么就好啊 快老板出来 快走 快走 你还想回家哎 李公公 怎么着 皇上下令处置的人 你还敢寻思不成 糟蹦 糟蹦 快快快 快放下来呀 不是 你不知道他那车子 差点赶了我 什么赶了 放下来 你又在胡言乱语 快给我行行 不是 淘子你别 难道想让本公自己 空手不成吗 快 来人 把他裤子给我吧 老奴 那个蒲哈 哪个武当里 很好 大为 怎么 你我把个裙呢 快 裹胡胡太子 笩胡胡不够 半熟的反应 不像是演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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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ABC太坏了 也得跟真的是 我差点就信了 人道 我都不穿越了 只能赌一把了 大胆 还不放开我 否则 我兜里狼狙出来 咬死你们 啊 快快快 把王爷放我 哎 看 王爷 这是何物啊 这是我献给皇上的礼物 这是何物啊 这是我给皇上准备的宝贝 好东西啊 不要以为献了个什么心酸玩意儿 朕就能免你的罪 真的是个好东西 那怎么不识说呢 皇上你看 呃 此物就如此神奇 能动 啊 是这样 那天啊 我准备把这个宝贝啊 给皇上送来的 但是呢 我就怕 皇上不太高兴 所以我先请贵贵看了你 你看 这不误会了 看那屋里 寒出不肯入耳之声 你做个解释 哎 你等着 稳住 稳住啊 哎 我没看 啊 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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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拿走拿走 皇上要是不要那就 既然是个误会 那就饶了你这 儿臣谢父皇 此宝物呢 慎德振兴 李公公 带楚王去留场 谢父皇 赏赐 长兄命真是太大了 时隔两年又有个胖了 小小姐 两年前皇爷溺水 才行进尸 难道是 怪就怪他 太得人心 做个咸嗓王爷不好吗 殿下墨尽 属下 等于一计 三朝圣上大少万过来后 咱们可以 哼 我东来国特地准备了五刀表演 为越国皇上贺寿 不过在下听闻 越国高手如云 不知可否趁此机会 切磋一番 哦 哈哈哈哈 来贺寿 我都不忘了挑衅一下 皇帝啊 你可给点力啊 算了 宣 大内高手 武装武侠具 精彩 越国高手 看来也不过如此啊 我越国是怕了伤东来贵客 才不敢贸然下重手 没想到 这非是称误会 既然如此啊 占 给一万两黄金为仇 宣爱卿 寧愿迎战 看来皇兄是 还累不住了 不过本宫可以帮你一把 你要干嘛 启禀父皇 皇兄愿意迎战 启禀父皇 皇兄愿意迎战 皇此话当真 这王爷平时胡闹也就罢了 怎可在这种场合胡闹 我没说啊 皇兄刚才可是 义愤电影 跃跃于世啊 还以为皇兄是基于 为父皇分忧 看来本宫真的是 误会皇兄了 难不成皇兄刚才的反应是 仅在乐祸 不说什么 那难道不是吗 将不到王爷行事 欲发光 好 没想到 本王爷的表情 就让太子误会致辞 既然如此啊 本王定了便是 英国王爷勇气可嘉 赶下配合 不过我的手下不知轻重 好像伤了王爷 这个 皇兄竟然答应出战 我想定是把握十足 使臣若是不信我越国 不如牵下生死状 我想以皇兄的气度 即便是受了伤 也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对吧 那是当然 本王身为越国的王爷 对越国尽一份力 一组 只不过 赠点佛切磁的大法机会 派子都展示一番 已是对贵客的尊重 既然皇兄答应出战 本宫又何必多此一举啊 更何况本宫向来是中文 依靠蛮类事件 我想 还是皇兄最合适啊 哎 派子这话的意思就是 承认自己是 头脑发达 似之简单了 既然如此 派子敢不敢的本王 赌一决 不知打国使臣 愿意文斗啊 我西楚倒是带来了一位 朱蒜高手 愿与越国切磋一二 好 若是本王赢了东来 那就请太子代表越国 与西楚切磋 本宫对朱蒜还是精通一二 如若皇兄获胜 本宫自然是当神不让 好 只是这比武切磋 涉及的是我越国的颜面 万一太子让越国丢了颜面 又当如何 谁是切磋 也需筹码 无论武斗文斗 若是赢了 就少黄金占两 若是让我越国施了颜面 那就当三十吧 儿臣领止谢恩 儿臣领止谢恩 我越国堂堂礼仪之邦 若是比武 自然是好男不跟女斗 不如我们换一个更加文明的笔 玉国王爷有何提议啊 不如我们双方各展示一套招数 就比一笔谁的内力 胡闹 简直是胡闹 王爷是真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好 就一王爷提议 请楚王上好 一会儿别说我欺负东来就行 放大招 还好我提前有准备 还好我提前有准备 看在场各位的反应就知道 这场比试谁输谁赢了吧 你这算什么内力 好自为之 就说让你别切 你还不信 好好好 杜赏 谢后果 不知道刚才的表现 太子是否满意啊 一会儿可别让父皇和众大臣失望 谁能以最快的速度 算出准确的答案 积一分 十道题结束 总分最高者 获胜 一万两千加三千四百五 减五千五百七十九 算 三万六千九百八十八 加两百三十九 加 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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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 西楚 十分 越国 一分 父皇 儿臣有罪 请父皇开恩啊 父皇 无人现业 过你边 久闻越国 闻能安天下 武能定乾坤 今日一见 不过如此 西楚使臣 此言诧异 刚才武斗赢的 难道不是我越国 王爷方才的武斗赢的是非常警性 而方才的朱蒜较量 越国输的可是明明白白 真是让人大开一戒 实在是本王太过低调 竟让西楚使臣误会 我越国无人 楚王若能占我越国天位 占定有重赏 儿臣谢父皇 只是一味的比加减 属实无趣 倒不如我们增加一下比赛的难度如何 来 比如说在最快的时间内 赚出二十只金 能够紧张团 再比如说在最快的时间内 算是五十双筷子 够几个人用 有意思 那在下就拭目以待了 但若是王爷要是输了 不知道会不会像太子一样 愿意接受惩罚 父皇一言九鼎 若是皇兄输了 定会受 父皇 儿臣可以答应 若是本王输了 可以和太子一块受罚 不过 本王倒是有一个条件 还受罚 父皇 太子让越国丢进了颜面 却不知悔改 若本王赢了 还请父皇将太子 仗格六十 让他长长记性 惯了 王爷 不要乘一十之快啊 放心 我扔掉的就是个累赘 想赢他们 本王凭心算就行 一筐里七个梨子 十三个筐里 多少个 九十一个 一天绣四朵花 一百五十天 绣多少朵 六百朵 一个人一顿饭 吃五个馒头 三百六十五个馒头 有多少人吃 七十三 五十只羊 有多少条腿 两百条 五十五 一百六十七 比赛杰库 七处 两分 月果 八分 太子 你不是说父皇是一言九鼎 那既然输了 就何必让父皇为难呢 是吧 来人 把太子带下去受罚 不能 不能 父皇开恩 儿臣错了 父皇 请父皇再饶我儿吃一次吧 父皇 饶我 饶我儿吃一次吧 父皇 父皇 父皇饶命啊 皇文桃武略 审得振兴 来人 东方 陛下 楚皇 饶为王爷 皇位不好再胜 刚才又赏额黄金万领 现在 不知该赏什么钱 父皇 儿臣为父皇分忧乃分内之事 只不过 今日之事若传入他人口中 恐日后 儿臣会被针对 谁敢 传真旨意 使楚皇 单书铁券一枚 见词物 如奸镇 卧靠 这就是免死金牌 也算大 谢父皇 不知太子 反复于陈来死 有何贵干呢 使臣被楚皇 用旁门左刀谋骗 难道就是不甘休吗 太子何意啊 楚皇上次可谓是圣之不虎 本宫派人查过 上次东来壮士 与楚皇打斗的时候 用了一种药物 此药无色无味 被闻之后 动作迟缓 浑身无力 东来壮士 就是这样 被楚皇打倒在地的 从何当真 使臣若不相信 可以去找楚皇 鄙视一番 便知分晓啊 唐老果真如此 你也不能放我楚皇 东来使臣 你这是何意啊 在小新闻 之前王爷胜之不虎 今日特地再来请教 以正王爷清白 那再打一场 不过 怎么打 可得本王说的 我 跑 王爷爽快 请 一切按照什么资讯 太子放弃 好 东来祖宗 定不贵手 再留情 快 扶本宫过去 我要看看楚皇的惨状 是 王爷不是要打一场吗 为何到我们来死 当然要打了 而且要打你们一二三 不过 啊 是 对 嘿嘿 不是要打吗 怎么没动静呢 你打我 你打完了 快快快扶本宫过去 我要好好的威威一下皇兄 哎呦你轻点 你不信我信我 听闻皇兄重伤 本宫退前了 来来来来 皇兄不是和东来使臣要打一场吗 这又是为何 他不打着呢吗 打马掉呀 哎 哎 糊了 来来来来 给钱给钱给钱 哎 想不得的交道玩意 这人来本王 你这儿去败 哎呀 你轻点啊 你不信我信通 东来使臣 你是不是忘了昨日是怎么输的 难道今日 你还想被他骗吗 哎太子 此话诧异 这俗话说 一无不扫 何以扫天下 这东来使臣 在这桌上都赢不了我 含河天下呀 是吧 皇爷此前有礼 咱们继续 来来来来 哎 太子 慢走不错啊 去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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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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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小爷手里还想跟真情练你 就要当众玩你 不要 放开我 是公家美女 是天下第一美女啊 这 这位气 赏你们两个 谢谢小爷 我 这 我 我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王爷 这么丑你也要 真是昆宿不济呀 哈哈 王爷 困长 敢对本王不敬 你还装起来了 要是当初你装 我跟太子不当时 挺有这般没错 怕的 只是不知道你那里 是不是跟你的脑子一样 大胆 谁让你一下 我跟你说 我这会是华人呗 你敢打我 丁净看你一板 我竟不知 红像的脸面 竟然这个 单书体卷 我竟不知 红像的脸面 竟然这个 单书体卷 我好害怕 这明显就是假的 赶紧给我把他拿下 到时候就皇上面前参他一本 本公子 他就给你大功了 假的啊 哼 贪心挺硬的 快走 王爷 本王有单手铁券 你还敢打本 本王可以治你 欺君之罪 哎 王爷 想人知错了 想人知错了 喜欢扒人衣服是吧 好 本王今天就赏你 扒了衣服 绕街上讨两个 要是这姑娘气消了 本王没讨历了 饶命 好 说你们的 赶紧脱衣服 快快快 说你呢 赶紧脱呀 说你呢 愣着干嘛 脱啊 赶紧 麻溜达 身材啊 好像不太好啊 哎 别跑啊 名女冯语焉 谢王爷救命之恩 冯语焉 啊 你就是那个 皇商冯家的女儿 冯语焉 那 那你这伤势 哎你竟然 家父说明女样貌 说你引来不轨之人 所以外出才做此装扮 来 我要去 王爷 女 王爷 啊 啊 啊 那什么 那既然冯小姐 一个人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 多谢岳父大人承讯 我这就回去 筹备分离 不急不急 咱们里边写 写去费为心思状意 语焉能嫁给你 也是他的子的亲 爹爹 我说了我不嫁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此事由不得你 哎 方老爷 这结婚可不是生意啊 您何苦咄咄逼人呢 冯小姐不愿叫我 可是因为这个眼 这是哪里来的小痞子 竟敢办坏我冯家大小姐的名誉 来人 把她给我打出去 来人 把她给我打出去 站住 爹爹 这可是王爷 王爷 我听闻王爷 年两年落水之后 脑部有损 不休憋 可这位 前两年 我确实在家里养病 确实也低调了一些 冯老爷 今天 我也是来提亲的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冯老爷已经答应将冯小姐 许配给我 就算是王爷 也不能强取豪躲吧 今日王爷若执意和下官抢人 下官便要去找圣上名冤 我与冯小姐两情相悦 可不是咄咄逼人 冯老爷 你觉得呢 这 王爷的名声人尽皆知 今日虽说是来求取 却连聘礼都不曾准备 冯小姐定是被她那副皮脑锁 您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小姐跳进火坑 王爷能看着小女 是小女的福分 可冯家是以借平民 高攀不起 爱请王爷恕罪 冯老爷 我今天是以追求者的身份来的 可不是以王爷的身份压的 何来高攀之说呢 好 王爷既然是以爱慕者身份来的 那冯小姐自然要择右而选 王爷 敢不敢跟我比比真才实选 谁赢了 谁就娶冯小姐为妻 既然状元郎相邀 本王硬 高然人品虽然 可他毕竟是新科状元 可他比这个怕是会吃亏 放心 只要有我在 任何人都别向你去 好 既然如 三日之后 我设宴清风酒楼 请京城的财子 一起做个见证 王爷 这叫宗元 一言为定 来 各位坐 各位坐 听说状元郎要与京城第一门定签 可不是吗 听说咱们这个废柴王爷 还妄想和状元郎正美人 就怕王爷已全家人 今天请各位到此 就是请各位做个见证啊 好大一顶帽子 本王可受不起 若真要欺你 你还有机会在这大放厥词吗 得了吧 路人皆知 楚王府早已白落 今夜预测更好 两位不如就以乐为提 做此一手如何 甚好 开始吧 王老板 去请歌姬过来 是 如何 永悦 高公子怕是时间不够了吧 那本王也不等了 嗯 王爷果然好文采啊 今又如此家座 我就不信 能有此比的 像是旷世其作 我可能 王本是一件废惨 哪来的如此才是 好 这本王都展示完了 不知道 高公子 我今日灵感不佳 不如 我们改日再比 哎 高公子 难不成科举 你也能随便定日子呀 我依靠的是真坛实选 不比王爷 不知从哪偷窃的词曲 竟然敢 一为己有 被我说中了 王爷偷窃他人 辞去与我比赛 真是欺人探神 王爷 老夫宁可 女儿终身不嫁 也定然不会把女儿 嫁给一个 辱墨文奉之人 说得好 说得好 父皇一向赠恶 其事道明之途 皇兄刚才的做法 岂不是 不把父皇放在眼里 本王做什么了呀 能让太子这么兴师问对 皇兄道用他人家座 还不知悔改 这简直是丢了我 越国文人的颜面 太子若有证据 你大可以去父皇那里告读 你若是没有证据 那本王倒要去父皇那 看你一本 只不过 太子的伤怕是没好厉害吧 看来 皇兄不理情啊 王爷 道用在下诗词 可否 也不在下一个交代 刚才皇兄所用之词 正是孙涛 献给本宫 谈不成这人也是穿越来的 先试试再说 冬廷玉业酒 皇爷 想喝酒 你家WiFi密码多少 皇爷 莫要再岔开话题 还请 给你带下一个交代 啊 不是就好办 这狗孩子 还真是无所谓的契机 交代没有 处置到也 你真是傻胆 谁给你的胆子污蔑 皇兄还想以全押人不成 以全押人 本王可比不过太子 既然有人来认领 那就拿出证据 本宫作证 之前见过这首词 只是不巧原稿被盗 孙涛不愿意追究罢了 那要是本王能拿出证据 太子又当如何 本宫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卑劣之事 否则的话 本宫小皇兄 以及天下文人谢罪 好 就等你这句话 来啊 请吸出世辰 见过太子 见过王爷 我西楚向来号文风 昨日去楚王府上请教 得王爷加作一首 正是这首水调歌头完整版 既然太子说你见过原作 那就请太子说出这首词 最精华的最后两句给大家听 所唱之词还差两句 太子的头口声声说见过 还有这位自称原作者呢 难道不听佛 今天太子要是真心诚意的 给我挨友在座的各位道个歉 本王倒不介意告诉太子 这最后两句 你 我们走 站住 不如本王的声誉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 真要是这样 可就别怪我 告诉父母 这种东西 起门把拱 诬陷王爷 看本宫回去不搬了你的皮 都怪小人 是小人鬼迷心窍 看王爷才发绝艳 他就把肉赐 据为己有 黄兄 这都是下人的错 你又何必跟一个下人计较 看来越国文人也不过如此 我还要向皇上告评 先走一步了 太子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跟父皇解释吧 哼 谢过诸位了 改日本王定设业 缓带各位 今天就到此了 好 既然比赛结果已出 还请冯老爷履行承诺 刚才都是老夫眼拙 误会了王爷 今日老夫就做主 把语言许配给王爷 谢冯老爷 王公爷 王公爷 爹呀 你怎么如此糊涂 我这刚走几天 你就把妹妹我火坑就推 诶 这为何书此隐啊 本王怎么就成了火坑了 你就是王爷 你不是已经 哦 呃 本王前几日确实荒唐了几日 这不 现在已经恢复王爷身 那也不行 京城人尽皆知 王府败落 我妹妹从小挤一律识 那跟你嫁出去 岂不是跟你受苦 父皇前几日 刚赏了我黄金万两 并不会亏待了语言 黄金万两又如何 也只是作为语言的聘定 语言架过去照样样 你怎么还没走啊 这么没脸没皮的 我还以为某人啊 早就找了地方钻进去了 一人太甚 诶 我可从来不欺负人 除非这欺负的 他不是人 呃 不知二位我如何才能迎娶语言 我冯家世代皇商 向来重视经商之道 若王爷能在一周之内 凑足百万黄金作聘礼 别可赢去我妹妹 这儿羞恶胡闹 百万黄金 岂是小数 莫说是王爷 就连我们冯家也未必能做到 诶 一言为定 一个月后 我定带着百万黄金 迎娶语言 本黄金 本黄金不知道 太子竟然会如此颠倒黑白 儿臣参见父皇 起来吧 谢父皇 还好有你那幅诗词 我越国整平了面子 不然 镇的老脸可不知道往哪搁了 只是说来也巧 儿臣原本只是想让西楚史臣 感受下有越国的文人夫妇 谁称想 却遭到太子的陷害 也可能是 太子遭人 孤陷吧 看来 尚子的把子 还没让你整机体来人 拉下去 再上二十 父皇饶命了 父皇 父皇饶命了 父 父皇 父皇饶命了 父皇 父皇饶命了 父皇 如今 你自己恢复 就不适合再做个先三王爷 都如 你到父母认证如何 这不是瞌睡就有人送箭头 父母管的财政 去父母再合适不过来 儿臣定不付 父皇所托 该从何处下手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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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正有事找您呢 何事啊 小人想跟你谈笔生意 请王爷 到酒楼一坐 如何 啊 王爷 这可是我们酒店 最好的酒 黄老板 有话但说无妨 自从上次比试之后 王爷一曲 震动精诚 许多人 都到小人这 要求听王爷所作之曲 小人想从王爷这 买下水调磕头 完整版次去 不知王爷 意下如何 王老板想出多少银两 呃 五千 那那 一万 一万 再多小人这酒楼 就负担不起了 王爷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 能让你这酒楼的 生意翻倍 王老板可以有兴趣 王爷有何妙计 这客人啊 每天总听一首曲 迟早会腻 如果说本王 让每七天换一首新曲 王老板觉得怎么 王爷若真能如此 小人 小人愿将酒楼 三分之一的利润 让回去王爷 别急动 坐坐坐 不过你这酒楼 营业能赚多少 实不相瞒 这酒楼扣去成本 每月可达一千两 若是有王爷此起家时 相信这营业额必定翻倍 一言为定 好 来来王爷 哎 你这点心卓是不错 回头啊给本王备一份啊 好 王爷 王爷 您的点心 有空常来啊 常来 王爷慢走 就是他 狗狠狠的揍一段 然后扒光了丢在街上 事成之后 必有重视 是 王爷 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送点行吗 哦 还有这个 你看 这里边呢 装满的是灰粉 下次你再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就把它 耗散公众 他们的动作就会变迟钝 就可以逃跑 王爷 小心 放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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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还往哪跑 来跑的 刘萌 给两位看个宝贝啊 宝贝 咱们走 手疼 我打 我打 都打牢去吧 这儿的衣服怎么都这个样子 这些衣服都是普通百姓的衣服 京城官宦人家和有钱商户 都是买好布料 请老裁缝制作衣服 很少出来买成衣 所以我们的衣服都大同小异 有了 老板 这家店 我忙收了 小奶奶私人定制开业了 大家都来看看 来快进来看看 皇兄缺钱 大可直言 何必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生意 哎路不明的钱 本王可花的不安啊 看皇兄的生意如此冷清 本宫都支持支持呗 哎 太子莫急 本店的规矩是 先交五十两定金 五十两 太子刚刚还财大气粗的 怎么连一百两都付不起 别说一百两了 一千两本宫也付得起 来吧 先给钱 给你 太子有请 这就是皇兄的服装店啊 莫不是连军货的钱都拿不出来吧 要不要本宫借你些啊 哎 太子稍等 既然您都来了 那我得给你好好展示展示 来 上模特 本王做的是高端私人定制 太子不会没听说过吧 难怪呢 大惊小怪 不对 少见多怪 私人定制 本宫 肯定知道 只是 皇兄怎么搞起这种玩意儿了 装 接着装 怕是私人定制是啥 你都不知道了 小爷今天我 非得让你好好出出喜 太子居然知道啊 这么小众又高雅的私人定制 您都听说过 那您肯定不错过了 这样 你把你的喜好说出来 本王给你定制一件 保证 全京城 只此一件 还需要你来定做 我们太子的衣服 在全京城 都是京城 诶 此言差异 这可不能比啊 私人定制 讲究的是什么 是品牌 奢侈品 那可是身份的相对 这可不是有钱 就能买得到的 皇兄 谁能合一啊 你看 这些衣服 每一件身上 都有一个商标 本店刚开业 目前只做红色 代表它向大众出售 若商标是蓝色呢 就表示 全京城只有三件 是限量版 如果是黑色 那可不得了啊 整个京城都找不到 是VVIP个人的独享 你说这个 VV什么屁 大概多少 银两 哎 不多 二十万两而已 啊 十万两 你 你这胃口也太大了吧 你真以为有人花钱买 这些破呀 哎 太子既然出不起这钱 何必财本 只不过 我这店的名额啊 每个月它就有三 要是被别人抢了去 哎呦 太子的面子 怕就挂不住了 二十万两 呵呵 好 本宫出了 不过 本宫花着二十万两 买你的承诺 半个月之内 黄熊若不能卖出 另外两个名额 双倍退还这二十万两 如何 一言为定 来 给钱吧 本宫 想看你的手艺如何 那就先 定这一款长衫如何 哎 这怎么少了十万两啊 你莫不是真把本宫 当约纳头吧 这明明就是二十万两银票啊 太子有所不知 这二十万两呢 买的就是VVIP的资格 那做衣服得要钱嘛 每一件至少五万两 以太子的身份 至少十万两打底 呵呵 好啊 你别太过分了 太子慢走 竟然敢收本宫三十万两 给我找两个人盯紧 到时候 让他双倍偿还 小元听说 王爷前段时间 花两个符符管你大佬 想逼他们对王爷 恨之助苦 不如 好 就按照你说的吧 是 来看他上走的料子 嘿 绝无分店 快滚了 开滚 王爷好久不见啊 兄弟我们前来淘点零花去 什么放出来了 哎呦 这是有人谁吃呀 又要胡说 兄弟我们本就是两个名 被放出来 岂不是提手大喊吗 那都不用跟他废话 王爷还不敢拿银子给叔叔的压经 否则就别问我兄弟们 让你这店铺干不下去了 想要银子啊 行 走 陪我去后院 我 今日不见 王爷倒是挺吃食物了 那请吧 闷死我了 关门 还真被王爷猜到了 开业就有人来闹事 哼 记吃不记打的东西 来啊 给我好好的打 啊 啊 我会饶命啊 有人再也不敢了 嗯 说吧 谁支持你们的 我们也不知道 就突然被人救出来 让我来找您的麻烦 否则就将我们再关回去 究竟是谁在跟我们过不去 难不成是对家 哼 看来今天哥太子肉哥得有点疼了 你们俩 一会儿就跟我去指认 放你们的人 王爷 您就放小人一条生路吧 那人 我们俩定然招惹不起啊 什么 是是是 小人一定配合 我们不开店了吗 开 不过 哎呀 别先把这里烧了 什么 烧店 快 搞火了 快来救火呀 父皇 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呀 发生什么事了 儿臣不是哪里得罪了太子 他竟然从大堂里放了几个重刑犯 去烧了儿臣的店铺啊 太子竟敢如此行事 是纵火人亲口说的 父皇不信可以传人证 太子为一己之私 纵火烧了儿臣的店铺 把太子给真叫过来 是 儿臣拜见父皇 不知父皇传儿臣有何旨意 混账 你竟敢纵火行凶 请父皇民见 儿臣问问不能做此等之事啊 父皇 儿臣店铺损失事小 可是商机百姓势大呀 皇兄 本宫收你店铺了 传人证 传人证 大胆 见到皇上还不下跪 皇上 是谁 只是你们烧了店铺 说烧了店铺 对 烧店铺 是一位贵人 帮我从监狱救出来 逼我们这样做的 你们说的贵人 可在此处 并不太此 皇兄店铺被烧 总不能随随便便 赖在儿臣头上吧 还请父皇明见 此事必须要中场 不然以后 不知儿臣要蒙受 多少不白之冤呀 既然纵火者不认识太子 丑王为何一口咬定 是太子所为呢 父皇 请谈太子手下 孙涛一问便知 和孙涛 皇 孙涛请见 小人孙涛 拜见皇上 你们二人 可认识此人 就是他 不是皇上 就是他 他就是指使我们去找王爷麻烦的人 休想胡言 我根本没见过你们 皇上 小人冤枉了 皇上 小人冤枉了 我习惯了 坐在牌子 就是小人从他身上顺手摸来的 太子府 太子 你用何话说 是小人 注意蒙了心 见不得王爷好 才犯下如此大错 还请皇上恕罪啊 失明父皇 是儿身管救属相胡言 让皇兄受了委屈 还请父皇责罚 竟敢如此 一个小小的奴才 竟敢以下反上 拉出去 仗兵 至于你们二人 戴罪立功 不将不乏 下去吧 谢皇上 皇上饶命啊 小人知错 小人再也不敢了 皇上饶命啊 他的殿下 你救救我 太子殿下 帝救我 我可是 我可是 你正好 犯下如此大错 竟然敢找本公求行 不下去 父皇 儿臣有罪 管属下不言 请父皇执法 算了 孩子一起来吧 谢父皇 谢父皇 父皇 父皇日理万机 皇兄赞若遇此事 可以直接找本公 又为何为父皇添忧呢 这样的话 让本公心里实属难安 父皇 儿臣让父皇操心了 既然太子说要赔偿 那就把本王的赔偿拿来吧 又不是本公所为 本公为何要赔啊 哎 太子刚刚明明承认要赔本王的损失 怎么 父皇还在此 您就想赖账不成 此事 那太子与下 不言所至 床的一些据尸 就由太子赔偿 好 本公赔 赔多少 三个店铺加起来 准好 一百万两 为何是三个店铺 东西两个店铺 也是本王盘下的 这次损失惨重 加上里外里的装修 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衣物 一共一百万两 可不多呀 好 本公一会叫人 把银票送至属王府吧 太子是一百三十万两 九楼六十万两 加在一起才一百九十万两 也就是说 我还差八百一十万 哎呀 做点什么生意好 嗯 哎 对呀 小人扣下太子 救命之恩 起来吧 是 虽说本公买通了行刑之恩 但以后你可就是个死人了 若非必要 可千万不能抛头露面呀 是 小人定在暗处 为太子 小拳马之老 丑王 今日我大乱不死 以后定不着你好过 各位各位 并七七百货 快业了啊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这是什么百货商店啊 就是说 你选中的商品 本店都有 还能参加为期三天的 飞标资格 凡是在本店购买商品 就可以享受一次飞标资格 若邀请亲朋好友来 即可多加一次 尚不封顶啊 飞标资格有什么用啊 哎 问对了 哎 一到九代表四字 每飞到哪个 就代表几分钱 累计满一百文 就可兑换白银一两 还有真的好事啊 我也要去买 哎 慢着慢着慢着 别着急啊 本店呢 还有新的销售模式 如果你看中商品 要求亲朋好友下单的话 还能有优惠 两人下单 即可享八折优惠 哎呀 好了 哎呀公主啊 要是伤了王爷 奴才可担待不起啊 是王爷 王爷 这位就是南门国公主 若营 奴才奉旨 陪公主出来逛逛 哈哈哈哈 辛苦李公公了 那本王还有事就无缝没了啊 慢着 如此无礼 这就是你们越国的代客之道 那公主想如何呀 本公主要王爷陪我逛逛京城 公主请自重啊 王还有事 无缝没了 公主啊 咱们家王爷 咱们家王爷 呃 就是直性子 您多见谅啊 有意思 本公主此次为和亲而来 还劳烦李公公告诉皇上 本公主 也有中意人选 劳烦皇上 不要再帮本公主 雾色他人 啊 什么事 这么抓紧找我关 哼 现在不说清楚 难不成的王爷生驸马了 再来送喜帖 什么驸马 王爷 您新店开业 又和南蛮公主打得火热 啊 眼看着就要双喜临门呢 下官先在此恭贺王爷 不过这等好事 王爷瞒着冯小姐 莫非是想脚踩两条船 我冯家虽是一介不一 但我冯家女儿 端然不会受这种委屈 还请王爷以后莫要再来了 你听我说 我跟那南蛮公主 她不认识 你 王爷和南蛮公主 在店门口拉拉车车 乃是下官亲人所见啊 现在说不认识就不认识 可是真够绝情啊 下官佩服 哎 你今天不是刚在汉林学生认职吗 你不去搞学术研究 你在这下脚步什么呢 还敢到冯府来提亲 就算不提 本官是为了冯小姐的幸福 就算下官有错 也轮不到王爷来处置 除非王爷又想有全家人呢 好 本王今天就压你了 高然 今天开始 本王隔去你一些职务 贬为庶人 听什么 不全国都官职 就凭这个 单树铁卷如皇上亲临 高然你认吗 王爷王爷 小人之错 小人之错 请王爷饶了小人 再说 况且这个官职是 皇上亲自授予小人 不认识王爷这么做 皇上肯定会不满啊 王爷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小人 高然我告诉你 你是什么人本宫心里清楚 进京赶考 考中了就抛弃高康之期 还敢来冯府提亲 你真是胆大妄为啊 你还是想好 怎么跟父皇交代吧 没有想到 堂堂重脸 就是死等小人 不不 来来 说出去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老爷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王爷 老爷还没说清 南蛮公主是怎么回事呢 爷 你听我说我 真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 别听别人胡说 老爷 果然啊 赚古代人的钱 就是这么简单 哪位是他呀 又憋着什么坏东西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也许 难不成我想多了 这斯文是在撕会秦人 我封贾父之命前来告知 事情已经办妥 不知公主殿下还有何吩咐 很好 把这个交给丞相 他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会是他 撕会异国公主定了猫腻 想办法弄清楚 各位客官 这曲子如何 吃好喝好 吃好喝好啊 王爷可是来送新曲子的 本王今天来找你帮本王办件事情 好 让我给你帮我认识 我给你帮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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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放心 此事包在我身上 岂无弄心 何死在人 大爷常来玩呀 名字怎么了 多谢公子 小女子突然头晕 还望公子送小女子 会清风酒楼 公子若能送小女子回去 想着订单 好好感谢公子 每人相约 岂有不应之理 走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带您下去换衣服 那就有劳美的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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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妙,东西到手了 哼,果然如此 做过去吧,切莫让他发现 还有,今天这事,切莫让他人自有 王爷放心 哼 皇上,若您此次为和亲而来,心中已有忠义人选 还请皇上成全 不知道谁能入了公主的眼,朕定能为您做处 正是丑麻糊 公主见谅,本王已有婚约 还请公主,令则他人 不知王爷的未婚妻是何人 难不成比我一国公主还要尊贵 皇兄身为皇室众人,竟然敢私定终身 这未免太不把父皇放在眼里了吧 父皇恕罪 儿臣并非有意隐瞒 父皇一看便知 此事当真 回父皇 儿臣与冯小姐情投意合 还把父皇成全 老皇帝关键时刻别犯糊涂啊 我都提示这么明显了 好 既然皇兄有苦衷 又何必神神秘秘 吊大家胃口 何不说出来 给大家一个解释啊 好了,此事到此为止 既然楚皇喜欢 朕便随了他的亲意 公愿结束 楚皇跟朕到御书房来 朕为你赐婚 谢父皇 皇上 您刚才还答应要为若宁做主 哈哈 公主啊 楚王既然无异 又何必强求呢 大胆成详 竟敢做出欺群叛阔之事 朕要他满门抄斩 不煌 此事只是被儿臣恰巧发现 并没有确得的证据 若是贸然行动的话 恐怕他会苟鸡跳墙 那以你的意思 该如何处置 不如将计就计 探出难瞒的阴谋 就按你说的办 此事做的不错 你想有什么赏赐 儿臣想请父皇赐婚 公主请留步 太子招碰公主何事 本宫看公主对皇兄痴心一片 又不忍心公主放心付错 所以特意前来相遇 太子有何办法 不 此要名为动情 只要迎面撒上少许 就可以让对方 越慌了 只要生命中能熟饭 公主还怕皇兄他 对你不动情吗 若是事成 本公主定不忘太子今日折 哈哈哈哈 站住 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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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主 这就没意思 父皇 父皇不好了父皇 何事如此惊慌 儿臣刚才再去幻眼散步 动剑皇兄他 他皇兄他惊人 不要 老爷别忍了 这疼了怎么够成的 不晃 你怎么来了 要不来 难道眼睁睁看你做傻事 你忘记日欲书放知识吗 皇兄可真是糊涂啊 父皇刚为你自婚 转眼之间就跟南蛮公主私婚一起 但是公然违抗父皇的旨意啊 简直是胆干汪违啊 谁说我跟南蛮公主私婚了 你怎么这么来的又是 还好还好躲过一间 太子 你口口装身污蔑本王和南蛮公主有染 还叫父皇来捉奸 你是何居心啊 今日你当着父皇的面诬陷本王 本王 绝不会善罢甘休 还请父皇明见 儿臣刚刚明明看到 皇兄和南蛮公主 是鲁报警 你既然亲眼所见你为什么不治疾 好 还闹这么大动静 只是儿臣当时被冲昏了头脑 这才重新找来父皇啊 你是太子 这么大点事就冲昏了头脑 你是说谎啊 还是无能啊 是因为太子就如此胡闹 只怪儿臣当时太匆忙 没有查清事实 误会了皇兄 还请父皇责罚 臣民主义 太子发疯半年 今早三日 别离世故 不 太子息怒 之前您和楚皇打赌 若到半月之内 若能将那两个 VVAT名额卖出去 就得退款四十万两 如今时间已到 太子不妨去对见承诺 还是你深蹬本公的心 本公明白救你啊 谢谢太子 哎哟 皇兄可真是个大忙人啊 只是热店里有点太冷清 本公还真的是替皇兄担心啊 太子这禁足刚过 就这么急过来 怕是受虐上瘾吧 本公过来可不是与你有口舌之争的 我是过来取一下定制的长衫 顺便提醒一下皇兄 旅行承诺 这半月之约还剩一日 怎么 太子这就急不可耐了 难道 缺钱了 你 本公不与你活着 本公只是过来看看皇兄 剩下这最后一日 你是去哪里找来那两个 粗手阔绰的大云 这个就不老太子费心了 哎 你看 来了 王爷您上次定制的衣品 卢小姐很不满意 这次特意凑够饮料 今天来办理会员 这是五万两您叫 还请王爷尽快为前女办理 多谢卢小姐赏识 云 快招呼一下 一会为您办vvip啊 慢慢慢慢 卢小姐 花十万两 本公又花二十万两 你觉得北公好骗吗 哎 太子 您有所不知 这本店的vvip啊 那也是有编号的 花了二十万买的第一张vvip 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 太子 您觉得不值吗 即便如此 第一张跟第二张 差距如此知道吗 为什么不能呢 这么说吧 太子 你可记得今年科举的状元是谁 苟然 嗯 那榜眼呢 皇兄 为何做此问呢 哎 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区别 是吧 即便如此 皇兄还有一个名额没有买出 依旧要记得履行承诺 即便如此 皇兄还有一个名额没有买出 依旧要记得履行承诺 哎 陈尼所买的名额正是两个 卢小姐 十万买两个名额 有何不可 我当时呢 是答应半个月内 售出这两张名额 可我没说以什么价格输售 太子没搞清 不清楚就跟本狼打赌 这可怪不得本王 欺人太甚 黄兄还真是为了不履行承诺 无所不用其极啊 啊 哎 太子慢走 丞相准备如何 家父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只是不知公主这边 为何还没拿下楚王 家父说了 若在计划期限之内 公主未能和楚王签下婚约 不如把人选换成太子 更好难 不劳丞相费心 等本公主通知几处 好 丑木 丑公主要定年了 来人 什么样子 把这个女人给我绑过来 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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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大叔 这里被我杀满了烈酒 王爷若是敢乱动的话 我就一把火 点了这里 南蛮图腾这个公主 自导自演又想玩什么把戏 楚王救我 本王竟然来了 你把他们俩放了 王爷 这里危险你快走 闭嘴 废话 别动 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爷要他想救人的话 那就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这里必须选一个 另外一个必须陪你一块死 王爷 救南蛮公主吧 若是他以为我们出了事 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算你实相 王爷 快救我 你想干什么 那我若是两个都想救你 你休想 那你就试试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锁三声 要么你把他们俩都放了 要么我们一起同归于尽 三 我就不信你敢拿你家公主的命 二 停 好 那你救 小心 本公主围救王爷受伤 王爷得负责 原来在这儿的 别胡言乱语了 先智商要紧 我不是 这这这男女 叔叔无尽 你说我 快帮本公主抱着 不然本公主就要失险过多 行行吧行 你忍着点啊 王爷还说不喜欢本公 对本公的身材可还满意 流氓 诶 语言 流氓 诶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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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参见父皇 不知父皇照儿臣前来所为何事 好了 南蛮公主一口咬定 你看看她的身子 要此事 当真 放肆 我越过王爷 竟做出如此不知之事 拉出去 长在二世 皇上 若是王爷 愿对若您负责 就请皇上 不再追究此事 你怎么看 父皇 儿臣也没想到 公主竟对儿臣如此死心塌地 那既然这样 儿臣也不好辜负公主 只是 儿臣与语言有婚约在前 若公主不嫌弃 可否做本王的策畏 好 我答应你 那这样 请公主先回去休息 带儿臣与父皇商议和亲事宜 若您告退 好 你当真 和娶南蛮公众 父皇 儿臣觉得 南蛮公主 处心积虑的接近儿臣 定有阴谋 所以 儿臣先假意答应 待合适的时机查看真相 只是 查清楚真相之前 还请父皇 千万不要答应和亲事实 那就辛苦处王了 儿臣告退 呦 王爷来我冯府有何贵干啊 我要见语言 我们冯家庙小 荣向您这尊大福 回吧 冯爷不哄了 这四瓶困裂了 快打开我看看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的 作为这次竞标的压轴作品 这 这个如何是好啊 此次竞拍啊 多数宾客都是冲着这对四瓶而来 算是钱财是小啊 若是到时候我们拿不出 我们冯家山行的信誉 就算是毁了 哎 冯老爷 一对词评而已 何必忧心呢 王爷啊 你和我们冯家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哎呀 都说了 昨天是个误会 而且我要不来 谁替冯老爷解决这个麻烦呢 王爷 此话当真 你真能帮冯家解决这个难题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好 若王爷真的帮我解决此事 我替王爷给语言解释 一言为定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压轴宝贝 顶级轻辞一队 起拍价 五十万两 快点打开 凭什么 大特会更高 七十五万两 八十万两 八十万两一次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一百万两 一百万两 你怎么可胡乱叫叫 傅公子不是答应人家 可以随便选吗 人家就喜欢这个轻辞 哎 美人既然喜欢傅公子 何不成人之美 难不成傅公子连 区区的一百万两 都拿不出来吗 区区一百万两 王爷好大的口气啊 难道不是吗 若是傅公子银两不够 本王倒是可以花这一百万两 活美人一笑 一百万两而已 本公子有的是 好 这对钦慈本公子要 本王出一百一十万 你 故意的 价高者得 傅公子银两没带购 可怪不得不 好 这钦慈本公子要定了 一百二十万两 百三十万两 一百四十万两 二百万两 三百万两 好 傅公子果然豪爽 不愧是丞相真正 本公子刚才 傅公子豪志千金一波 美人一笑 无日便会传遍精神 本王先恭喜 恭喜 恭喜 多谢 哎 傅公子 既然拍下了 就把银两做了 这傅公子要是银两没带购 本王倒是可以借封姑子一些 不 本王直接送给傅公子 死话当真 不过 本王前几日 看上了丞相在郊外的一场室宅 就不知道傅公子能不能 为本王割爱 这恐怕有些 没关系 傅公子若为难 本王就给傅公子知一 丞相宅院数多 又岂会在乎这一处私宅 何不拿了丞相的私章 我们私下交易 这样 丞相也对他会知晓 好 言为定 恭喜傅大人喜得青死 猜一下这就给你装起来啊 王爷能帮我冯家解决难题了 不敢进去 这二百万两 银票啊 还行吗 一收回 哎 这既然是拍卖所得 那就该归冯老爷 只要二位帮我劝劝雨 让他别生我气 哎 哎 此时好说 之前是我听信宫中谈言 对网友都有误解 以后啊 咱们就是一家人 还请王爷多多关照 爱了这四印 由此处四代就是王爷的 我两个不相欠 金挡金 本王请你前来是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王爷请说 这件事情啊 关乎我越国的安危 事成之后 保育归你 另外 我会再向父皇请上 来 小女子一定不负所托 皇上答应为若宁指婚楚王 我国南蛮相师推算出下月初五就是即日 还请皇上下旨赐婚 公主如此恨嫁未免有失身份吧 难道皇兄是不满父皇的安排吗 太子若是看不惯 倒不如你娶了南蛮公主为妻 只不过 本王怕你乌父消瘦啊 皇兄 这是何意 来人 本公主不远万里来越国和亲 这就是你们越国的诚意 南蛮公主 我私疼我越国丞相 意图谋取我越国江山 公主 你可认罪 楚王此话什么意思 本公主听不明白 都是聪明人 公主又何须装傻 带上来 公主私疼我越国丞相 公主你可知罪 本公主不认识此人 王爷要不愿和亲 跟公主说便是 何必侮辱本公主 这是前几日在公主府上搜出的 与我国丞相私通的印信 公主可还认识 这信件上只提及了丞相 又没提及是你越国的丞相 这封信是我和我国南蛮丞相的密函 本公主还没怪你 私自搜查本公主请宴 楚王倒先怪罪其本公主 还请皇上明见 那这上面的印信 做何解释 此印记只有一个符号 楚王怎就认定是越国丞相的印记 这就要感谢傅公子了 前几日 傅公子为了还债 私偷丞相印信 与我签订了合同 这上面的印信 可是一模一样 请父皇购目 证据在此 还敢狡辩 皇上要命 小恩资错了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今日本公主败在楚王手中 本公主无话可说 任凭处置 传真旨意 丞相勾结外贼 你图模范 满门抄斩 以惊效忧 至于南蛮公主 父皇 皇上倒有一个提议 不如写信给南蛮王 若想保住南蛮公主 让他拿五座城池来换 你敢 好啊 楚王立下如此大功 就将这五座城池 赐你作为封地 谢父皇 王爷可是不满意着分红 要不我给王爷 再多分一场 不必 本王答应一个月为期限 一百万两黄金赢取语言 现在还差十万两黄金 也就是一百万两白银 哎呀 我要你那一成不顶事 不动不动 用便宜点 没不起吧 哎 黄老板 你想不想让你的生意 再翻他一翻 王爷有何妙计 如今连封地都有了 再这样下去 是不是连本国太子机会 都要让给他呀 太子激怒 小人一定为你解决大坏 客官 这是一万两的充值卡 再送您一千两 一共一万一千两 请您收好 二位慢用 王爷 多亏了你想出来 这个充值储值卡的方 这两日酒楼 不仅挣回了一年的银子 就连来网上宾客 都比以前多了不少 这是这两日的银票分红 一共一百五十万两 终于凑够老婆本了 啊 黄老板 好干 本王啊 看好你 是 走了 王爷慢走啊 这些都是聘礼啊 没错 哦 对了 这是之前答应好的 一百万两黄金 冯老爷 请过目 王爷 果然一言九点 既然如此了 那就请王爷 选定即日 一言完混 南方水灾 南民流离失所 可如今国股空虚 没办法 妥善安静这些三名 怕是会有暴徒 朕 给你们一天时间 你们谁有办法 朕 一定重重用杀 儿臣定不复 父皇重托 殿下莫及 手下带我一记 既然楚王 相勇成竹 那么小人 这就把他奏者偷过来 明日 你赶着楚王之前 把计算献给皇上 让楚王 吃个哑巴亏 您看如何 好 实行办成 本宫必须中赏 谢殿下 鱼上钩了 让官员和商务将款 确实能解决 美之际 此事 就叫太子去办 儿臣 领旨 只是昨日 皇兄信誓旦旦地说 要帮父皇想办法 不知可否想出妙计 儿臣以为太子的这个办法甚好 那儿臣就不献丑了 不过儿臣倒觉得太子的办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倒不如借此机会修建和霸 疏通于色 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皇兄想的太简单了吧 这人力物力哪一样不需要钱财啊 不是本王想的简单 是太子啊 你的头脑太简单了 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机会 既然朝廷要筹款赈灾 倒不如我们以功代赈 从根源上去管解这个问题 而且灾民经过洪水之后会更加用心 工程质量也有保证 好 洗完床说了办吧 不愧是朕的好儿子 太子 你先退下去吧 我 这个给你 父皇这是 本公想你好用 这家 发生什么事了 董事你出的宿主意 本公送父皇之命 着急官商 捐款 没想到 却遭到了强烈抵制 今日 更与大政联名上奏 说本公 德不配慰 还说 楚王的主意好 本公 本公就这么不如楚王吗 以后本公在朝中如何立足啊 都怪小人 你开始责罚 本公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总之 不能让楚王好过 是 听说楚王 做批评就是一味高调 不是 认识机会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一拜天地 皇上口谕 楚王 有贪污受贵之嫌 押入大牢 候审 我要见父皇 你见父皇也没用啊 你还是 老老实实去做大牢吧 不过 可惜了我皇兄的新婚之夜呀 也委屈了这位 如花似玉的冯小姐 不过你放心 本公一定会替你 好好照顾好他 闭 闭 闭 好好的大牢被绞成劲 那我都不发了一眼 那我像病猫什么 本公欺负你又能如何 太子自重 我可是太子的皇嫂 据本公所知 皇兄和冯小姐还未礼成 算不得本公的皇嫂 难怪皇兄被冯小姐 迷得神魂颠倒 金城第一名人 果然漂亮啊 民女今夜前来 是想请太子 跟皇上求情 葬过王爷 我冯家运出黄金万粮 作为打谢 恶太子不愿 就当民女没有来过 民女先行告知 哎 美人相求 本公哪有不用之礼呀 只是皇兄犯的可是大罪 吊兽毛玉之灾呀 你若想救皇兄的话 那就看冯小姐的表情如何了 只要能救王爷 民女愿听太子安排 冯小姐对皇兄 果真是情深义重啊 只要你配合本公 本公一定会让皇兄 少受些疲流之苦 脱衣服 有了他 本公就不相信皇兄他 不就范 冯小姐请自便 本公来看看皇兄 皇兄这大牢住的可还习惯呀 本王能进来 孩子费了不少心吧 皇兄果然聪明 但是又能奈我何呀 皇兄今日带着百万两黄金求取 在京城之内人尽皆知 若非贪污受惠 皇兄不可能在一个月内 筹到这么多银领 这意思 父皇让皇兄去户部任职 是对皇兄的信任 皇兄竟然犯下如此大错 若不严惩 难以服众啊 本公还是劝皇兄 老老实实 牵着花牙吧 这样的话 可以免受疲流之苦啊 本王从来都没有做的事 凭什么让我怀呀 难不成你还想行训逼供啊 就不怕父皇怪罪 哎呦 皇兄敢用父皇下我呀 哎呦我好怕呀 哈哈 既然如此 那本公就找人替你受过了啊 你把语言怎么样了 你把语言怎么样了 皇兄放心 要你配合本公 冯小姐一定会相恩无事的 若是皇兄不知好歹 那就可别怪 本公不情了啊 好 只要你保语言平安 本王签字化牙 只不过 本王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从来没有想过 跟你争太子之位 太子为何处处针对我 怪就怪你平时太过高调 你去的每一个地方 本公都是成了陪衬 我除掉你 难保本公的太子之位 就因为这点小事 太子就要置我于死地 若是父皇知道了 怕是才坐过本 这太子之位吧 哈哈 父皇只有我们兄弟二的 只要你死了 本公就是唯一的继承人 即便是父皇知道了 那皇位不还是我吗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你的太子之位 即便是如此 你难道还要置本王于死地 除掉你对本公来说 是百利而无一害 只要没有皇兄的制衡 父皇以后 对本公也是客气才反 本公又何德而不为 哈 父皇还在 你就这么嚣张 难不成以后 你还想对父皇怎样 皇兄 还是你聪明 不过你放心 父皇的身体 日渐水落 用不着本公弄手 他很快就会去找你的 你 赶紧先走 少废话 快点 以后再也没有人 挡本公的道路了 来人 老豆哥在 叫什么叫 你还以为一位 你是韩市王爷吗 大胆 啊 赶紧把李公公找来 就说 就说东西已经充好电卡 让他来取 快去 是 除掉你 对本宫来说 是百丽雅物一害 只要没有皇兄的制衡 即便是父皇以后 也要对本宫客气散烦 本宫 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皇位 你可真是不择手段啊 今日你敢如此坑献本王 那改日 你是不是就敢对父皇下手 皇兄还真是了解本宫啊 皇兄放心 父皇身体日渐安衰 很快就会去找你的 废话少说 赶紧签字还呀 混账 如果不是把我没电 拿去给楚皇兄 朕还真不知道 身边有这么个费 皇兄 立刻穿楚皇和太子 你怎么在这儿 混账东西 父皇 儿臣搬进父皇 不知父皇为何如此生气 还请父皇不要听信别人的挑拨 父皇还没说话 太子就知道有什么话了 咱们从太子还能掐会算 儿臣对父皇忠心耿耿 为什么要用挑拨 父皇为何如此生气啊 好 既然太子说有用挑拨 那本王就成庆 父皇 儿臣要状怒太子 唏嘘大罪 你胡说 你胡说 空口无凭 这样个人死屋的被弄 还请父皇明鉴 楚皇是看到自己 罪重确凿 又疼无大死 正在反忧而成了 太子 好一个罪重确凿 太子 太子 你怕不出帽 父皇从自我单身举卷 任何罪 都可免议 父皇 皇兄竟然在你面前 简如此嚣张 在背后不知拿的单身解决 无何欺压他人啊 请父皇收回单手铁卷 清除坚硬小人 清除坚硬 好啊 来人 把太子押入大牢 废除太子位 父皇 儿臣冤我了 父皇 冤我 你在雨中大放决策 因为朕不知道我 父皇 父皇果然偏心 皇兄单手铁卷保命 儿臣却因为被皇兄挑拨了之罪 儿臣不服啊 父皇 事到如今 还不知悔改 来人 带走 父皇 儿臣不服 父皇偏心 儿臣不服啊 父皇 儿臣不服 父皇饶命啊 父皇 父皇偏心 父皇 快进来 不必了 传臣之音 没处好为太子 在身体前架 与着气 有太子带着朝政 儿臣离止 火了 快送美国出去 快送美国出去 陛下 子彤 快 帮美国出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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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mp invers olduğu 王爷 终于回来了 已经不是王爷了 皇上还是会给王爷了 只要平安回来就好 职位不重要 你啊 以后就是 太子妃了 哈哈 来 看 这么说 你这次是 креп火得福 以后我冯家就是国舅主了 你胡说什么 说上身体康健 哪有什么过逗 来妹妹 今儿一夜高兴 陪爷喝一杯 方公子 奴家今天得去陪上书府的公子 公子请改日提前预约 一个歌姬的看不起 不就是个上书府吗 应该这就弄一个 妹妹啊 你看 你现在已经贵为太子妃 能不能给哥哥 在公路安排个官职 也让我给方家长长脸 此事不是太子能做主的 哥哥的要求有些唐突了 哼 这果然啊 架出去的妹妹泼出去的水 哎 不过我之前还这么护着你 这点小事你都不帮忙 得 我自己去找太子 妹夫 妹夫啊 你如今贵为太子 看能不能在朝中给往太子 别让你眼泼靠上 兄长若有意朝政 倒不如去参加科举 我这贸然安排 怕是不妥吧 来来来来喝酒 喝酒 你怎么在这儿 太子喝醉了 我家被叫来欺负太子 赶紧出去出去出去 赶紧出去出去 醒了吗 哎呦喂 你刚刚语言成亲就有个你似乎 超合体操 兄长你听我解释 我俩真没什么呀 你不能告诉语言呀 走走走走走走 不是 来来来来 兄长兄长 太子啊 语言的性格你也知道 我要是帮你瞒下次事 日后语言知晓 定会责怪于我 除非 哎 兄长 你一心为了朝廷 本能特别干 这样 你明天就到 公布任职 如何 多谢太子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兄长慢走啊 大老是火 前太子 葬身过海 如葬的事 你去安排吧 二臣遭命 不妨保证容器 二臣遭又去安排 若是葬身火海 死前必会挣扎 为何牢门没有抓痕 牢索却迫害痕迹 是火当天 可能听到太子呼救声 并不过 否则我也不为见死不救 难不成 太子这是在做什么 以备不时之需 殿下 这种动作 击杂到日子的本能是够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行 殿下末计 我们人手已经备好 只要军事一到 就能动手 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留在公布的内阴 军事件贪污 被撤了 用气 也能偷运出来 目前 有人这样想起点大早 本部再给你三天时间 务必把军事件问题解决了 是 你是谁 你赶紧把我放了 我把我放了 快点 我是冯家大少爷 冯大人 好得到有威风 谁说冯大人帮我做一件事 保你 否则 大爷大爷 我 我答应 我答应 其实 有什么难事 谁和冯大人 把冰不如说 造了兵器 拿出去 不许 是吧 嘿 冯大人若是不可 或是把军事 透露出去半个字 我杀 杀一下 大爷大爷 好 请点人收 今晚行动 是 皇上 太子诈死 戴人公把已经打入宫中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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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看好父皇 真来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太子 皇上 小心了 坐 跪 这么大阵仗 你还没死啊 何谋刀子被压厚啊 保我一命 今日 必须你休息 哎 别疯神啊 本王见你躲都来不及 你脸皮怎么这么好啊 屁 小狗 给我废话 还给我拿下 上 干啥 废话 给我上了 你们谁再往前一步 后果自负 到底有了什么要素 本王什么要素都没有 那自有上天庇护 你们要是敢对本宫不敬的 可要遭雷劈的 对 不要紧张不做 他一定是 不信你们就不 装神弄鬼 本宫就天不信使了 哎 怎么几个 念在你们受太子鼓过 本宫可以饶你们一命 现在放下武器 否则的话 祝你们九族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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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背叛本宫 怎么样太子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拼了 要爆 哈哈哈哈 本宫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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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你刚才不是 哎呀 哎 你说这个是吧 我还得多谢太子啊 你是真会选对人呢 哥哥 你为啥 我说有点事 站着 不动 竟然犯下如此重罪 都是老夫管教不严 还求太子饶了犬子一命 罢了 竟然如此 就戴罪立功 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了 说 本宫啊 就掐定你 拿到武器三日内 必定行 你还真没让本宫失望 哈哈 别动 不许动 父皇如何了 已经派太医诊治过了 朕神奇宣家 传臣指引 传为给太子明日登基 是 二臣子 太子 你可算回来了 语言被人抓走了 你看看你 岳父赶紧帮我准备几样东西 要快 此物真的能救予烟 此物真的能救予烟 岳父看好了 这小小物件力道竟如此巨大 站住 再敢往前一步 我一把扔下去 哎你别动 别动他 你们说什么我就答应你们 跪下 你跪下 快点 哎呦 黄兄果然是个痴情种啊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 一命还一命 只要你们犯了个约 要啥要 细听分辨 证明给北公看 先为了用手再做 哎呦 哎呦 此等大事太子都能迟到 如此不知轻重 若是贸然登基 怕是会误国误民啊皇上 皇上三思 本宫为皇室操碎了心 你们这帮大臣竟然这么想本 真是让本宫心寒 启禀父皇 儿臣研究火枪来迟 还请父皇恕罪 火枪是什么 回父皇 正是此物 火枪威力巨大 能穿透十米外的坚硬物体 若将此物用于战士 定能减少我军的伤亡 太子地下没有拿战士说笑 就凭这个小玩意儿 还想四川坚物 别说是十步 就是一步也够呛吧 太子殿下 您贵为一国储君 请得如此无误正业 老臣理解您 即将继位 即如做出一番沉寂 可事关边关 打案将士的性命 万万不可开玩笑啊 谁说我们不开玩笑 你们这事都没事就做没用 你们好大的胆 皇上 您还在此 太子与如此不停劝告 您落脱位 这可如何是好啊 请皇上三思 请皇上三思 这小玩意儿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回皇上 这甲山居然被打了个大洞 这怎么可能 父皇 大家都见识到了 此处的威力 若用于军事 定能让我军 百战不担 皇上万万不可呀 且不论这个火枪 安全与否 还会口吃 看着外形 就知道家不准 如果大肚魔推广 只怕会牢迷伤财啊 皇上 爱情说的有理 此事需要顺忠考虑 不过 放着如此力气无用 明明可惜 父爱情啊 还有什么两身轻微的罚子呀 承认为 边关如今安稳太平 这座火枪 并不急于一时 主要唱 南蛮公主在这个 是要告费保的 是要告警告的 手中将就已经 大使 天生他的手 饿了 太子 制造火枪之事 由你负责 我必尽快 把东西送至边关 儿臣领旨 如今国库空虚 恐怕没有那么多 引擎由于火枪制造啊 既然此事 是由太子提出 想必太子 必有解决之法啊 过什么事 都让本宫做了 要怎么回用 父皇 儿臣倒有一个主意 既然大臣们 都认为 国库空虚 需要解决 那不如 就准他们 最后就起 从今天开始 对朝廷 没有贡献的大臣 一律霸卖 道具 不学 也不 朝廷 朝廷大臣 立经筛血 岂可说罢免就罢免 太子为免 太过儿戏 难道本宫说错了吗 若事事都让本宫 亲力亲为 那朝廷花重金 养你们这群 酒囊饭贷 还有何用 大人若是不服气 我们可以赌一把 赌什么 若本宫在三日之内 解决了枪火制造问题 那两位大人 告老还乡 做个表率吧 若是太子殿下 三日内做不到 那本宫就 让出太子之位 让能者居之 好吧 此事就这么决定了 退朝 雨天怎么样了 大夫看过 只是枪水 并无大碍 倒是太子有无受伤 我没事 不过有一件事 要请岳父 太子帮冯家 保住了这个 不成气的东西的性命 老夫都无意汇报 太子一句话 老夫就是倾家荡产 也在所不惜 知道足够数量的火箱需要了 一亿五千万两百年 横家能提供一亿万人 哎呀 想错过广东也 除非 太子殿下 您上次出的这个充值会员卡的主意 真绝 这些客人 花起卡里的钱 就跟不似钱似的 这个月的利润 又翻了一番 想不想再赚多 只要有钱赚 我给你二八都行啊 好 一年为定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一两银子发家致富了 来都来看一看 都来看一看啊 本店从今日起开始发售彩票 一两银子便和购买一张 带有编号的奖券 晚上准时在我清风酒楼开奖 若所有奖券号码 与抽奖数字相同 便可获得一百万两白银 我们凭什么相信 假设我们中了奖 你不给兑换 我们又该如何呀 我这清风酒楼 好歹也开了这么多年了 这点信誉还是有的 难道我这清风酒楼 还抵不上这一百万两吗 那你如何保证抽奖的公正性 假设你提前藏起一张奖券 那又开出这个号码了呢 所有的号码 公正 公开 若是不信 我们可每日随机抽取一位顾客 上台抽奖 高公主可放心 再下还有最后一个议论 你这酒楼 聚众者乃是这违法行为 若官府查封了你这酒楼 那我们的银子 就白白打了几招 本公怎么不知 好啊 各位可还有什么疑问 若无疑问 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购买奖券 来来来来来 快一点 快一点啊 老爷 今日单彩票生意 就有两千三百万两 扣出对奖金额 还有两千两百万两 我已经派人大肆宣传 相信明日收益会更多 老爷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 这个 那就用不着你 扫金了 记得把银子兑换成银票 后够五千两立马过 是 好 行 忙着吧 废 朕养你们何用 南蛮已经攻破三个城市 再这样下去 是不是要朕 开城门投降呢 皇上息怒 太子殿下说能够解决火药问题 如今三日已过 不知能否兑现当时的承诺 制造火枪所需乃是一亿五千万两 既是两亿两百银 除却火枪所需 还能造一大片杀上力强的武器 好 果然没让朕失望 此战胜利 太子立马继位 朱爱卿 可有意义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 朕爱卿 请身吧 既然诸位没有疑义 那就请两位大人 履约吧 怎么 难不成二位心中还有不服 臣不敢 臣老眼昏花 错看太子愧对于皇上 臣自愿告老还乡 臣也知错 太子殿下知能 无人能敌 臣也告老还乡 这招杀鸡敬猴 效果不错 以后形势应该就方便多了 大快人心啊 太子则是如此开心 火药呢 已经赶着完成 明天就能送达战争 本宫 也是输了一口气啊 太子辛苦了 切身之就为太子沐浴更衣 太子妃 这几日独守攻防 辛苦 本宫 今天就好好补证 上次南蛮投降 就用了五座城池来换人 这次又大举进攻 我越国造成不小的损失 我倒想问问南蛮公主 这次打算用几座城来换你自己呢 要杀要寡 西庭尊便 休想再用本公主换取任何利益 这可由不得你 此次能这么快收复师弟 复活南蛮公主 太子功不可没 将旨 放天成月 皇帝赵约 太子储慕 折才兼备 赞入梦 举行 增机大典 谢父皇 慢着 如此不忠不孝之人 有何资格做太子 放肆 我约过太子 请容你一个战俘指指点点 皇帝你在怕什么 本公主所言 句句属实 若是不信 本公自有证据 都落到这种境地了 还不忘挑拨离间 既然南蛮公主说有证据 倒不妨把证据拿上 也正好证明本公的清党 你可敢承认 废太子之死 是你所为 你可什么 你为了一己私利 杀害自己兄弟 七门自己父亲 这难道不是不忠不孝吗 太子 可有此事 父皇 废太子之死另有隐情 切莫听小人谗言 还敢狡辩 有本事放了本公主 本公主证明给你们看 刚才邵声讲后 有人把这具尸体放在宫封口就跑了 所以让他看发现精致 这是废太子之死 废太子不是已经逃脱 这就要各本太子殿下了 本公主手下在河里打捞出了废太子的尸体 发现其是被火枪所伤 按时间推算 那个时候怕是只有太子手里有火枪吧 没错 废太子确实是本公所伤 那太子这算承认谋害手足欺上蛮架了 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若是成为了越国的皇帝 那可是越国的福幸啊 如果这是朕的意思呢 废太子天牢诈死 以图谋反 太子平顶反随 护驾有功 朕本以为此乃家仇不可外样 既然被南蛮公主捅破 朕就一并嘉奖太子 太子 你想要何赏赐啊 这怎么可能 都不许动 你有何要求 朕都答应 万不可伤的太子 那就把火枪和火药的配方交出来 否则本公主和她同归于尽 这才是你诈祥的原因吧 你怎知本公主是诈祥 你南蛮的公事 即便是输 那也要僵持几日 可为什么偏偏在火枪运往前线的第二天 她就投降了 所以你肯定是另一批 你现在知道也为时已晚 也忘了还在本公主手上 那你试试 不完不可 忘了跟你说了 四代武器上电可不合规矩 所以我这把火枪 它没有火药 把人押下去 传朕旨意 不接受和谈 竟敢挑拨利坚 妄图伤害我越国太子 朕 要整个南蛮 归附我越国 来 我 明日登基大典结束 各国来赫 晚宴就由你来主持 朕身体不湿 就不出息了 而生尊臣 各位使臣不远欠礼前来朝贺 我 朕甚是高兴 来 我们共饮此杯 表表谢意 皇上 听闻此次越国 凭借一种叫做火枪的武器 在短短时间内就覆灭了南蛮 不知我等今天师父有幸 可以欣赏欣赏火枪的威力 那既然使臣开口了 一定要使臣见识一下 来 皇上若是不舍展示宝贝 不妨直说 何苦拿我们寻开心 使臣此话何意 南蛮素来以兵力强悍著称 就凭这个小东西 怎么可能覆灭南蛮 没错 我等是带着诚意 来攻克新皇登基的 没想到 得如此糊弄 就是 看来越国有了秘密武器 就不把我等各国 放在眼中了 既然各位不信 那朕就给各位展示一番 不知道各国 哪国的盔甲最硬 自然是我东来 好 请上一步最坚硬的盔甲 上盔甲 皇上不会以为 就凭这么个小东西 就能刺穿我东来盔甲吧 我东来盔甲 可是由金铁制导而成 寻常武器 山目的它分得好 何况这么个小东西 那朕要是说能呢 那我东来愿赶致 一万副盔甲 赠予越国 好 西厨使臣一下如何呀 若这东西 能够击穿盔甲 那我西厨 愿奉上一万匹良居 作为赔礼 若是不能 那皇上 就请献出 火枪的真实配方 与我二国共贤 好 一言为定 今天朕就陪你们打这个赌 不过 光有赌注不行 我们得立下字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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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臣鲁玛 少见多怪 那既然如此 就请二位准备好盔甲和梁居 朕呢会派人去取 臣有个不情之请 我西楚愿与大越国结为百年好合 愿大越国皇帝能够分享火枪的配方 来来来 喝酒喝酒 这事荣厚在意 越国皇上当真如此小气啊 我东来都贡献了万副盔甲了 越国还舍不得这小小的火枪配方吗 此言差矣 这东西明明是朕迎来的 怎么能说是贡献呢 既如此 皇上可否愿意和臣等再赌一局 如果皇上赢了 我西楚的梁居加倍 如果皇上输了 就交出火枪的配方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那史诚想赌什么呢 听说皇上聪慧无双 以前曾用马牌赢了东来 今日我们就用马牌作为道具 比一比脑力 如何比反啊 随意找出一副马牌 打乱它的顺序 移住箱之后 记住它的顺序和花色 然后将马牌翻至背面 随意抽出十张马牌 准确记住花色 答对多者获胜 如何 好 就以史诚所言 计时开始 遇过皇上怎么还不挤牌啊 难道等着认输吗 输赢一会自见分枪 不老实证靠近 还不来呀 不会要栽了吧 皇上 您要的东西 已经拿到了 时间到 请越过皇上 所悉处使臣 做好准备 第一排 第三张 第二排 第三张 最后一张 第五排 第三张 公众 两万匹粮居 可别让朕久等了 万万事 哎 浅漫 呵呵呵呵呵 哎 浅漫 呵呵呵呵 你是何人 干扰本史臣的性质 小人乃是这越国新科状元 特来为史臣分忧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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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史臣 能有什么烦忧啊 哈哈哈哈 你为何要帮本史臣 小人曾因为一件小事 得罪了新帝 被革去了官职 如今只是一介不一 空有一枪报复 无处安放 呵呵呵 只请在帮助史臣解决困难之后 能够赏赐的一官半仪啊 官职都好说 只要你能搞到火枪配方 呵呵呵呵 在下虽然没有这火枪配方 但是却能帮助史臣 解决这火枪隐患 可这大人陛下如何呀 红椒 小人藏在宫中忍识 知道这军火放在何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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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活不好了 您快去看看我 太医怎么说 回禀皇上 天气太热 太上皇中暑 昏迷不醒 太医也束手无策 你马上就准备一带一带两个坛子 再去准备大量庆祝的教室 快 是 皇上这是 治病 成了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慕皇感觉如何 这个季节就没有冰框 皇上有心了 皇上 不好了皇上 存放火枪和火药的兵器库 因为天气太热 爆爆炸了 什么 本以为火枪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没想到它不光伤人还伤己 听闻此次越国伤亡惨重 老百姓怨声载道 看来这火枪我西楚是无不消瘦了 不过是因为天气原因 咱不必担心战至于反对 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我看皇上就大可不必隐瞒了 只是没有了火枪的震慑 这越国以后 哼 好一个狼子野心的西楚 不就是高温而已 朕这就给你开开眼 来人 开上来 这个季节怎么会有阴啊 这个不重要 只要有了他火枪存放的问题 就迎刃而起 火枪虽然是毅然一爆之物 但也没有那么轻易做 这件事朕一定会彻查到你 若是有人故意为之 朕绝不放 混账东西 身为越国人竟敢勾结西楚 炸毁军武库 你可知罪 陛下饶命啊 陛下 只是因为小人一时鬼迷心 巧才做下如此蠢事 陛下饶命啊 一时糊涂就让朕饶了你 谁能饶得了那些被炸伤的百姓 陛下饶命 小人知道西楚接下来的计划 小人也将功赎罪 求陛下饶命啊 那就要看你这条消息 够不够赎你这条狗命 小人也将功赎罪 求陛下饶命啊 那就要看你这条消息 够不够赎你这条狗命 西楚望图因 军火库损失惨重 在没有造出新的火枪之前 勾结洞来发兵我越国 望图以此 来逼问火枪火药的制作配方 吃你爬外的东西 我告诉你 我越国有任何损失 我见到火把分尸 来上 带下去 陛下饶命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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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饶命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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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饶命啊 残证主义 密码将西楚和东来的齿臣扣押 是皇上 如果西楚真的勾结东来 这该如何是 去 赶紧把图纸这些东倒出来 另外赶紧准备识规矩快 是皇上 皇上不好了 西楚和东来联合出兵 前线火药不够了 已经攻破一层 军火库爆炸 短时间内供应不上火药 这可如何是好啊 诸位大臣伤安勿躁 即便是没有火药 朕也能让他们永来无回 准备好了吗 喂皇上 您吩咐的东西都在御花园背景 好 那就请诸位大臣 跟朕走一遭 皇上 这是何物 此物叫孔明东 皇上 这灯竟然会飞 它不仅会飞 还会飞得很远 到时候我们把石灰藏在这里边 从城墙外投掷出去 在它到了敌军军营中 我们再用箭射制 让石灰撒到敌军军营 到时候我们再投掷水球 石灰呢 预水会产生高温 即使不能保证我们全胜 也能拖它一段时间 这样我们就有时间 造新的火箱运往前线 石灰三号 皇上 皇上英明 对我说 咱们皇上真是敌人 竟能想出此等精妙的法子 退路 怎么可能 没有火箱 怎么可能击败我两国联军 越国新皇帝 看来真的是非始终之物啊 我怎么会惊喜你的蛊惑 对越国发兵呢 这下好了 火箱配方没有 我要被作为战俘 陷冲回国了 回国 你就别想热门 为什么 只要你死在越国 东来肯定不会善罢干凶 我西楚 就可以坐手遗忘之力了 说吧 为何自杀东来史城 百步快高 皇上 我就不明白了 东来史城死于越国 与我何干 还敢嘴硬 我告诉你 东来史城乃是东来的储君 若朕把你交给东来史城 你适合下场 应该正都行 皇上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死 对正的 快拦住他 皇上 死了 这下 怎么跟东来交代啊 皇上 死了 这下 怎么跟东来交代啊 既然无法交代 那就让他们狗咬狗 快 火速把这张残缺的配方 贴到西楚史城的城 然后把两具尸体运出城 立刻封锁消息 可这隐瞒不了多久呀 此事无需隐瞒太久 一旦放出消息 东来必定派人来寻 到时候只要放出消息 说朕是念及着万副铠甲的诚意 特地将火枪配方 交给东文 皇上 这是何意 一旦东来派人来寻 必定会发现这残缺的火枪配方 到时候 他们一定认为是西楚下的毒手 那么 那个时候 我越国就可撇清关系 皇上英明 皇上 这段时间辛苦了 臣妾帮您放送我载 主言 今天你打算 皇上放送 皇上 不好了皇上 皇上好着呢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张的 互不来报 我越国境内出现大批蝗虫 怕是 怕是要了凉荒呀皇上 皇上 我房家在城郊有大天良情 不如问下爹爹 拜见皇上 岳父大人免礼 朕前来是想问一下 皇灾之事 唉 皇灾过境 寸草无声 每隔三五年 就要闹上一次 老百姓苦不堪言 却无解决之法呀 那往年都是如何应对 回皇上 往年若是出现此种情形 都有朝廷大开粮仓 可互不来报说 上次水灾救济灾民过后 粮仓还未及时补给 恐怕 也没有多余的粮食 可以振灾了 业后大人刘布 站去地里看看 走 皇上捉到了 这可不是蝗虫 这是美食啊 快 多捉一些带回去 是 皇上 皇上 你确定此物能吃吗 岳父放心 这个东西不但能吃 而且营养丰富 正好可以解决 营养不良的问题 你只要觉得 它是能当粮食吃的 就可以了 那百姓能接受这个吗 朕自有办法 香味如此浓郁 这是何等吃法 此乃烧烤 来是当今皇上 独创的食物做法 若是配上美酒 堪称爵味 客官 您来试一试 果然好吃 这是何等吃才做至 黄虫 堂堂清风酒楼 竟敢如此戏耍客人 就不怕我去告官 客官有所不知 这便是官方作法 乃是当今皇上 亲此所教 不说 皇上 只会吃的污秽之物 黄虫可不是污秽之物 它的营养价值 可不比其他的肉少 只是呢 一直来 没找到合适的烹饪方法 做得好 你怎么不吃 哇 人间美味啊 皇上是继位以来 为我越国解决了多少麻烦 难不成 还会害我们 那 那我也试试 试试就试试 日后 但凡想吃这黄虫 却不知道如何烹饪 来清风酒楼 免费教学 还有 如果想补贴家用 去捉黄虫 到我们清风酒楼来售卖 照单全收 皇上 好消息 如今我越国境内 已没有黄虫的踪影 对粮食也并未造成 太大的影响 这么迅速 自从烧烤在全国退行后 百姓是顿顿不利黄虫 如今已是一虫难求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人工养殖 只要种了足够多的黄虫 到时候把这种吃法 推销到其他国 就可以换取更多的粮食了 皇上英明 若真如此 那我越国以后 就再也不会为粮食发愁了 老奴参见皇上 李公公免礼 李公公先来 是父皇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太上皇最近食欲欠佳 身体欲发不如从前 老奴这才想请皇上 过去看看 父皇 父皇可有身体不适 没事 最近天气太热 吃不下东西 没什么大不了的 父皇稍等 儿臣这就准备消暑之物 哦 大功告成 这是何物 就如此爽口 此乃冰粥可消暑解腻 冰粥 父皇 儿臣还有事 先行告退 齐了 天才呀 快 你塑造一批可靠之人 将此法交授他们 让他们大量治兵 皇上要这么多冰块做什么 现在治兵之法 只有朕一个人知道 那我治大量的冰块 运往各国 你看 现在酷暑难耐 若受往他国 岂不是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吗 何乐而不为呀 皇上英明 天才 有事起动 无事退朝 臣有事要咒 托皇上红福 我越国 如今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只是 还有一事 却迟迟没有着落 臣的心中 实属难安啊 什么事 能让爱卿这么忧虑 皇上成亲多日 却只宠幸 皇后一人 至今未有此事 处军之事 非同小可 臣等请皇上 广纳后宫 为皇室 开之善业 老东西 又开始坑 要是让语焉知道这事 朕又得三天上了 后宫 发现 それ 小杰 被监身 是 很少 厉害 那都是他们误会 朕的太子当然只有由你来生了 当真 当真 朕的太子 找到他又回现实大了 起来吧 起来了起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起来吧 太子 你没死啊 什么死没死 崇峰你吓死我们俩了 我还以为你赶了呢 醒了兄弟 那个喝点水 这中暑了赶紧咱你们 收拾东西准备 这吧下一组人要马上进来了 走走走 我做了个梦 这个梦特别长 我成了王爷 你那是太子 穿好衣服各回各家告知哥妈 咱们改天再说 我还有大爱情 走了走了走了 有什么爱情 回去找爱情吧 这边里边里边 约